过去几个月啊 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以及他们的媒体 一直大势炒作 俄罗斯就快要入侵乌克兰的消息 还不断的呼吁自家公民撤离乌克兰 那美国还宣布关闭驻乌克兰大使馆 甚至呢 美国还列出了明确的日期 说2月16号 也就是今天 俄罗斯就会攻打乌克兰 不过到现在为止啊 在一片风声鹤唳 消息传的会声会影的时刻 俄罗斯不但没有入侵乌克兰 反而反向操作 宣布昨天2月15号 完成了军事演习之后 部分军队就开始撤离 靠近乌克兰的边境返回基地 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 他在Telegram上面写道 2022年2月15号 将以西方战争宣传破产的一天 载入史册 而俄罗斯在没有废一枪一弹的情况之下 让这些西方国家丢尽了脸 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外长就是拉夫罗夫 他则是表示 美国和盟国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闻 是不折不扣的信息恐怖主义 他再一次明确否认了有关入侵乌克兰的说法 并且表示 俄罗斯所有的军事演习按计划开始并结束 那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乌克兰人民公普党议会党 议会党团主席 也就是阿拉哈米利亚 他就指责西方媒体散播假新闻导致恐慌 使到乌克兰经济承受每个月20到30亿美元的重大损失 那虽然这场仗啊 看起来似乎是不会开打 但是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勒巴 他却是保持谨慎态度 他说只有亲眼看见俄军撤退 他们才会相信俄罗斯正在采取行动缓和局势 那乌克兰总统的发言人也表示 任何撤走的部队都可以迅速返回 所以他们非常谨慎的看待这些报道 而被俄罗斯嘲讽的美国总统拜登还是表示 现在还不能证实撤军是否是真的 因为俄罗斯还有15万大军依然包围着乌克兰 因此入侵乌克兰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 并且表示美国人应该要听从他之前的命令离开乌克兰 那同时拜登也继续警告俄罗斯 只要他们展开攻势 西方国家将会马上展开制裁行动 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 俄罗斯却宣布撤回部分军队 大批的坦克车在士兵的带领下 整齐地返回俄罗斯基地 而俄罗斯反高潮的做法 让那些以为俄罗斯会大干一场的国家大跌眼镜 虽然俄罗斯并没有向美国宣称的 在2月16号入侵乌克兰 但美国总统拜登还是重申 美国和北约盟友已经为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同时也再次强调不会派军却保护乌克兰 因为美国已经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 但美国将会补给代价保护乌克兰的民主自由 另外拜登也敦促俄罗斯远离战争边缘 并向俄罗斯喊话说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会面之后也表示 俄罗斯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但他也强调 现在北约已经杀到乌克兰的大门来 他们也提出了安全保障协议 但却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任何回应 而德国总理绍尔茨 则是欢迎俄罗斯部分撤军的决定 他认为这是缓和紧张局势的好迹象 更期望能够陆续听到更多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